眼鏡身穿藍色夾克 國際重大通緝犯卡伊什瑪 坐在法庭中 表情相當淡定 1994年的魯萬達大屠殺 震驚全球 該案最後四名 仍在逃的幕後黑手卡伊什瑪 就是其中一位 他在2001年 被國際刑事法庭依戰爭罪 和種族滅絕等罪行起訴 二十二年後 當地二十四日 終於在南非落網 狐圖族身份的凱斯瑪 過去在盧安達是司法警察負責人 為策劃滅絕當地少數突襲族的首腦之一 調查人員表示 直到突襲族反抗部隊奪權 他混入難民中逃到剛果 之後又透過假護照 輾轉取得史瓦蒂尼和南非的庇護 那名身份 他還曾在開普敦當過商場保全 種族衝突引發大規模滅絕 魯安達事件短短三個月內造成八十多萬人喪命 凱斯瑪之後可能要被引渡回國受審 而除了他 仍有三名同期犯再逃 相關單位也將會繼續追捕 三年新聞 年韓報導